HELLO 又是Hey Channel Ryden 大家好,我先查訊息一會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件我剛剛知道的事 有朋友傳給我,我們正在用的WhatsApp 他今天有更新 多了一個新的功能 究竟功能又是甚麼來的呢? 我們一齊看看 更新 好,更新完了,開啟 好,那就卡了進去 試一下看他以往的Message 按緊他有沒有,真的有顆星 真的有顆星 看不見 看不見 看不見有顆星 好了,大家看到 現在已經多了顆星 還要填滿顏色 還有在這個Message下午旁邊 亦都多了顆星 看到嗎? 這裡 手指公指住的地方 即是多了兩顆星 我們在哪裏看回升了的Message 好,試一下按一下 人 按進去 即是多了個標注的信息 標注的信息 按進去 真的有 即是說 現在WhatsApp多了一個功能 就可以把你標注給顆星的信息 放到標注的信息 很重要的信息 放到另類的空間 讓你容易看得到 OK,翻出去 按緊它 那顆星呢 去回 標注的信息 有沒有消失了呢? 真的沒有 就會變成這樣 就這樣了 就教你怎樣用顆星的功能 都幾方便 剛才測試了Message 是可以的 我們現在測試圖片 可以嗎? 按緊它 咦? 都有顆星出現 先按顆星 先 就在 封印者的 標注的信息 咦?都有 即是幫到大家 譬如將入數指 檢查 入數號碼 又或者很多圖的 重要資訊 都可以在標注的信息 出現 因為通常 WhatsApp很多Message 有成億幾個 在億幾個裏面 你想找回 譬如 我想找回我某個朋友 我要過數給他 那我又要找回 那個日期 找回那個帳號碼 你很痛苦的 譬如找回 沒有年前的東西 你真的滾大雙眼 看得到 看到大口街都沒找到 這個功能 就真的幫到大家了 希望今天的測試 都可以真的幫到大家 在用WhatsApp上 更得心應手 和容易找回一些重要的訊息 如果覺得這條片幫到你 都歡迎大家去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每次都會帶一些 我覺得認為好的東西給大家 拜拜 謝謝 我都會找到 請問我們 我們請問我們 有甚麼請問 我們請問我們 為您不願意 或許 我們請問我們 感谢观看